即时新闻综合报道,国防部被执意违法流用24亿三军预算负列雷劲案款项,引起争议。 国防部今天下午召开记者会澄清,有媒体指出录音档曝光,并用影射的方式指国防部说谎,这是不实内容。 断章取义,国防部表示,今天召开记者会的目的是希望大家不要被某些不实的报道内容断章取义,造成大家对于这件案件误解,认为国防部又在说谎。 对于庆负案,国防部强调,他们的原则就是误网误纵,有任何证据都希望送至检调或是送至立法院省市,在立场上我们绝对不会回避,但也不会接受不实媒体报道。 国防部也拿出联合网报报道列雷劲案录音档曝光,谁说谎报道指出该篇报道。 报道的录音时间为去年9月16日,在高雄举办的海事展,而过程中时任军政副部长李喜明上将也是贵宾,他也到摊位观看,借说人员向他说明成展内容,他也顺势点头,也继续介绍相关潜舰和模拟器内容,但这不能把这个说成厂商陈伟志公然向高层要求付款。 国防部表示,尚无以联络海军司令部,把去年9月21日列出第一件船可脱模,按照时程相关文件提供给媒体,最重要就是说明或许厂商用这种方式模糊焦点,但成如海军总司令的说法,过程依法依约,还有百分之百的还款保证。 与付款要件 国防部强调,国防部长冯世宽也亲口说明,针对此付款案件,总统新政院甚至厂商没有接过任何电话,见面从来没有。 庆富案持续延烧,国民党质疑庆富副董事长陈伟致入府沟通后,就获得海军本来没有要拨付的24亿,这背后可能有高层施压。 庆 commen准备